只要是人 多多少少都在意面子問題 尤其是我們台灣人 面子這檔事幾乎可以當飯吃 為了他 慶國慶成 血緣至親相互仇視 例子多不勝數啊 所以面子 面子 您到底幾斤重啊 不過我們現在就來測試 見證奇蹟的時刻到了 面子 還不到一個呀 是 所以面子到底重不重要 我個人也經歷過一番刻骨銘心的體驗 如果怕丟臉 朋友借錢不還 就不好意思向他討債 如果怕丟臉 要被弄掉了 就不好意思向教授求請 如果怕丟臉 上次我秋季大會超時陣王后的今天 就不會站在這裡 天生啊 時常就像在玩麻將一樣 要嘛放槍 要嘛自摸 常常自摸固然好 但老師放槍 你也別氣咧 因為當你槍放久了 久久也會糊一次 但如果你連玩都不敢玩 別說自摸啦 連槍你都沒得放 這 我的意思並不是鼓勵大家要賭性堅強 而是感嘆 面子這身外之物 有那麼重要嗎 回想 自從我加入了國際演講會之後 原本平凡無期的我 變得神才飛揚 魅力四色 也如願地嚐到了愛情的故事 原本我以為 王子跟公主即將獲得幸福美滿的結局 然而我錯啦 人家說 七年之養 七年之養 但我還不到一年就開始癢了啦 哈哈哈哈 被想歪 這段感情 還不到一年 就開始出狀況了 其因 在於我因家境之故 必須及早獨立 半工半讀 一天的時間 時常在工作 上課 還要上網打電動中用完了啦 哈哈哈哈 忽略了我的他 直到有一天 他指責我 對這段感情 若不再用心 不如分手時 儘管 大部分 都是我的錯 但我感覺到 男子漢的尊嚴受到了挑戰 於是 一氣之下 當著他的面 將我們的定情項鍊 扔到苗栗的興東大橋橋下 轉身 一去不悔啊 就算 當天晚上 一個人的心中 悔恨焦家 但礙於面子問題 我沒有臉回頭啊 隔天 我來到了深山裡 想釣魚扇行 於是 拿出了釣竿 甩出了氣勢磅礡的起手竿 啊喊 完美 正當我陶醉在知識一百分的同時 旁邊傳來了一陣成熟男子的聲音 小哥 您的釣線甩斷了 我這邊還有備用的 先拿去用 別撐了 啊喊 被愛 愛人甩了我 連釣竿也背叛喔 我的人生怎麼那麼慘啦 就這樣 我跟這位大叔 卻因緣際會 聊了起來 正所謂 瞞者 瞞不適 適者 不能瞞 大叔 見我愁容滿面 一眼便看穿我正是為情所困 看了口氣便對我說 唉 問世間面子何物 總叫人生死相許啊 我看你既然在乎 就去追回來 面子不值幾斤重啊 從小 我為了讓人看得起 努力認真打拚 但因為愛面子 好大喜功 差點搞到破產 但我卻因此學會了放下身段 借錢走轉 歷盡千辛萬苦 總算東山再起 如今我功成身退 看透生命的許多出戲為玄妙 人生啊 人生 不過就比當歸長那麼一點啊 但它真的價值在於生命的內涵深度 而不在於臉皮厚度啊 天啊 如當頭棒喝 原來我只是放不下大男人的姿態罷了 就這樣 我打開了心中的枷鎖 我回到那晚扔掉定情項鍊的地方 莫非天意 那條項鍊正懸掛在河邊的一棵柳樹上 蛤 柳樹 柳樹 不正是要我留住它嗎 於是我爬上去 將她摘了下來 不顧生命危險 帶著她回去向女友認錯 好理家在 也挽回了家人的芳心 再次入依在幸福之中 歐彌陀佛 所以 向朋友討債 別怕丟臉 借錢還錢 天經第一 要被當掉了 別怕丟臉 像教授勇敢认错积极补救 感情出问题了别怕丢脸 放下身段好好沟通 市面上很多事情一旦失去了 就再也要不回来了 对一个成熟的人来说 面子可以轻如红毛 不值得一体 也能重如泰山值千斤万两 任何事物都是一体两面 当我们放下它 面对它 运用它 我们的人生能够更自在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您说面子几斤重呢 主持人